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回顾一下之前的practical test 所以这是一个revision 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的practical test究竟在test webdesign的什么部分 基本上呢,它的格式跟publication design是一样的 但是呢,这一次要做的是一个EDM 所以呢,如果你翻找那个mail上面的资料的话 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一张图 然后呢,大家要根据这个部分 就是在考卷上面看到的这个样子 做出一模一样的EDM 所以首先我们就来看各个不同的要求 所以我们待会就在photoshop直接做 好,首先呢,到mail下载这个zip包解压 里面就有很多的档案 然后可以利用里面的档案来结合成以上EDM的样子 然后在photoshop里面 profile选web 然后size是6000x1930 所以我们在photoshop 先去file new 对不起,我的电脑有点慢 好,你按web之后呢 它这边的width就可以放1930 然后它的height就是6000 应该是这样,我们再回看一下 所以是1930x6000 所以orientation是portrait的 所以回到这里是portrait的,没错 好,这个时候按create 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addboard 然后这个样子的一个addboard呢 我们就要跟这边一样做出它的效果 所以我们先看上面的部分好了 所以上面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一个女生 然后这边有一片叶子 然后这边有一罐东西 还有一条会发光的线 那最后当然还有thin nature 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所以我们先把上面这个部分都做好 所以首先回到这边来 然后呢,在这个 在你们存放刚才那个zip包的地方 ok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 应该就会有 ok 好,所以呢 你们就可以看到一系列 就是在你们zip包里面的东西 所以首先这个girl是要先把它打开来的 所以我就把它打开 我把它拉到这个addboard 就是这个档案里面来 好,所以它进来了 但是呢 好,它现在有一个打叉 什么意思 我要先把它确定下来 所以我按go 好,它进来了 但是实际上跟这里的女生呢 有一点不一样 这女生眼睛看左边 这个看右边 所以它要被翻转过来 所以在这个layer呢 我们去edit transform flip horizontal 这个女生就会被翻转过来 然后翻转过来以后呢 就可以把它放到大概这个位置 看一下对不对 所以大概我记得它的眼镜的边缘 是在那个边上的 好,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了 可是这边呢 它其实不可以是白色的 那我们就开多一个layer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画一个方形 然后这个方形呢 它是一个shape 然后fill color是黑色 shape是没有 好,这时候我画一个方形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然后就把它盖住了 好,这个样子就ok 好,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点点 不是非常的好看 ok 那如果你只是这样子 一个方形 然后一个女生 好像它的中间这里不会blend的很好看 所以一般上如果我要做blending的话 我这个方形要稍微再画大一点点 所以我double click 欸,不行 我看我command t 或者是free transform好了 好,再给它拉大一点 我要盖住这个部分 不是要盖住啦 也就是说它要overlap with这个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girl 现在要做masking 现在要做masking 如果我把后面的这个hide起来 后面这个 rectanglehide起来 我现在做masking 就是说用黑色的brush去刷这个部分的话 好,ok 你就会看到它的朦朦朦朦朦的地方对吗 朦朦,ok 那如果你把黑色拍回来 其实就好看很多 好,所以大概就是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然后再把一些部分刷好看一点 好,这样子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部分 好,那我的girl跟recon go都进来了 现在还插的就是那个leaf 这样子的 好,把它带进来 它也长成这个样子 好,enter 或者是按勾把它确定下来 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用某一些不同的方式把它 诶,这样子好像不对 我们看一下它要求的是什么 ok,所以刚才我用blending mode 已经将 我刚才已经 用masking 将长方形跟女生的照片融合 然后现在要用blending mode 中的screen 将leaf her girl合成 那我们现在就回来看一下 所以刚才我选的overlay是不对的 我要选的是screen 嗯,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带进来的是 product 好,这个product呢 就这样带进来好了 这个product有点小 稍微拉大一点 大概这样吧 大概这样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要怎么把它去背 去背的意思是讲 把它后面的东西拿掉 因为它是一个jpeg 所以它只有一层 那它不可能做很多很多的 就是说它不可能在photoshop 直接丢掉某一个 某一层啦 所以我们就很快速的把它 选起来 那因为我做得非常快 所以我的边缘没有做得很漂亮 我想请大家多多尖量 好,所以这样子以后呢 好,我在这个product的这个layer 如果我直接按delete的话 它就会delete 这个东西 但是它现在跟你讲说 the smart object is not directly editable 因为它是个smart object 所以我们要ctrl click 然后把它变成那个 restorized layer 好,现在呢 我再试一次 如果我直接按delete的话 这是错的 我要反转过来 所以是select invert oh sorry,inverse 然后再按delete 有没有 好了之后呢select 然后按deselect 好,现在我就可以用move to 把这个product move到大概这个位置 好,这个位置 让我们看一下 好,大概这个位置以后 要画一条线 好,这个位置 画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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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一条线的话 就是选择这个line to 然后fill color是南 short color是白色 然后它的宽 大概就是这里 我放 放2 然后这边也放2 好 我按住shipping 拉一条直线 白色的 这时候就画好了 所以在这条直线 如果要让它有 Effect 让它发光的话 就是按这个fx 然后我们直接选择 Ulter Glow 然后Ulter Glow 如果你感觉 不是很强烈的话 就让它 script 多一点点size 你们看到很多 好,那个 noise 少一点 它就不会有那么多 一滴滴的 假设这样好了 然后就按ok 好,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我们再下一步 看一下怎么打字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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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